时点不一样 带您聚焦国际交帖 昨天南北韩的军机对峙 让朝鲜半岛陷入了紧张 而今天南韩方面公开表示 南北韩之间的每日例行通话 今天没能正常举行 更让外界忧心了 会不会陷入武力示威的恶性循环 而且北韩很有可能进一步 会升高他们的武力威胁层级 甚至进行第七次的核子试验 恐怕让美国难以接招 美军航空母舰雷根号想走也走不掉 因为美韩7日开始再追加两天 海上联合演习 欢迎北韩周四战机挑衅 原来北韩八架战斗机和四架轰炸机 六日下午县宗南韩社的特别监视线 还以示威性编队飞行 南韩30架F15K立刻升空 战机对峙长达一小时 虽然没到禁飞区 但还是十年来首次北韩战机靠近特别监视线 两韩紧张继续升级 只是这一面天空之盾 现在不止防守还主动逼近 特别监视线 2012年飞行员话说的慷慨激昂 不过十年后 北韩空军装备恐怕依然满满老古董 北韩号称拥有超过1500架军机 但主力战机包括米格29 米格23和米格21都属于旧式苏联战机 相比有F15K 甚至第五代F35A隐形战斗机的南韩 远远落后 空中军备不如人 北韩还是在过去12天 6度发射弹道飞弹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今年狂射飞弹 就是冲着美国和南韩而来 2018年川清会后 北韩整年安安静静 虽然川清二会破局 北韩在2019年试射14次 但川普和文在寅任内 数量都没有破纪录 反而2021年拜登上任 试射次数开始回升 到了今年 清美的保守派尹席月刚就职 年度试射已经飙到28次 只要美国和南韩 选出对北韩强硬的领导人 非但试射就更大胆更平凡 正因为主打美日韩同盟 尹席月上任不到5个月 金正恩已经13度发射 飞弹或火箭炮 北韩官媒也骂得相当难听 用合成图片骂尹席月是狗 再批评她是美国奴隶 黑头发的美国人 甚至连小学生也成了 北韩马南韩总统的用词 美国이라는 실체 앞에서 南조선의 위종자들은 항상 어른 앞에 서 있는 초등학생 처지였다는 것은 不过最近北韩动作频频 领导人金正恩却不见踪影 북한은 통상 미사일 발사 후 이튿날 관영 매체를 통해 관련 내용과 사진을 공개해 왔지만 지난 5월 이후로는 도발 후 침묵이 관례로 자리 잡은 모습입니다 김정은 국무위원장은 25일째 공개석상의 모습을 드러내지 않으며 올해 들어 가장 긴 잠행을 이어갔습니다 像这样看着飞弹 小兮兮的照片 最近六次試射都没公开 有人猜 或许金正恩不想在 中共20大前 让习近平难堪 北韩方面不断試射飛弹 出动战机示威 而在中共20大前夕 北京似乎也不乐见 区域的局势动荡 呼吁两韩要恢复对话 防止局势升级 各种分析交给佳琪 朝鮮半岛的局势 要升温了吗 尤其是北韩 平平射出飛弹 北京呼吁 应该要恢复通话 才能防止 整个亚洲的局势升温 我们等一下看到的是 北韩在短短的 12天之内 就发射了6次的飞弹 这样的数量 是相当的惊人 那么在10月6号这一天 它还派出了 12架的战机 对峙 这南韩派出的 30架战机 对峙的有 一个小时这么长 这样的局势可以说是 非常的惊险 那么现在联合国 安理会也注意到了 他们强烈谴责 北韩发射飞弹的行为 他们还举行了公开会 说将会引发了 大范围的局势升级 呼吁回复对话 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理想 不过现在 那么在常驻 联合国的大陆副代表 格恩双就说了 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 强化了很多军事同盟 推升对抗 那么在核能的问题上面 是双标 所以半岛的形势 难免会紧张 那该怎么办呢 他们就呼吁了 应该要美方 为对话来创造一些条件 而且安理会 不应该强行来施压 呼吁应该要对话协商 不过这样子的喊话 安理会是不是会接受呢 恐怕后续还要再观察 而今天是俄罗斯总统普清的70岁生日 乌军却送上了大反攻的大理 在赫尔松地区收复超过500平方公里的尸土 而现在俄罗斯军方为了抵抗乌克兰进攻 轰炸了扎波罗热的民宅 导致两位平民死亡 五人失踪 扎波罗热房屋被移成平地 冒出熊熊大火 天亮后废墟当中仍然冒着阵阵白烟 救难人员忙着搭救 受困在断圆残壁中的民众 比较幸运一点的人 还能借由云梯车 自己从高处爬下 俄军持续从远端 对乌克兰进行攻击 连续用飞弹轰炸扎波罗热的住宅区 还用无人机发动自杀式攻击 破坏哈尔科夫地区的工业设施 有橘子就被炸着西兰 信号里面已经空了好几个月 没有存放油料 自轮司机痛骂伊朗 俄军持续在东部和南部阵线返攻 两军激烈交火 乌克兰当局宣称 他们在赫尔松反攻有重大斩祸 只是在乌军收复的地区 日子依旧不平静 利曼炮火未停 吓坏前往采访的外国记者 新收复的酷皮杨斯克附近 又发现有民众逃难的车队 遭到俄军屠杀攻击 这名女士因此失去丈夫 哭着回想九死一生的可怕经验 这个逃难车队有24人因此丧命 其中包括一名孕妇跟13名儿童 有幸存者说 车队两边都有俄军猛烈的 被开火真正杀红了眼 把克马特一直为在两军避争的前线上 同样被炮火烘得满目疮痍 居民死的死逃的逃 只剩下一些年长的民众 蹒跚走过河面上简陋的木栈便桥 过来领取救援物资 收复死土对乌克兰固然是好消息 但战火在大片土地上留下窗疤 这些地方没水没电也缺瓦斯 面对寒冬即将来临 如何顺利过冬也成为当地民众的严峻挑战 虽然我们看到乌军奋力的反攻 但俄罗斯并吞四驱的脚步不停歇 普京现在宣布他要接管 全欧洲最大扎波罗热的核电厂 纳为俄罗斯的国有企业 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抨起 这个决定是无效的 营运权依旧属于乌克兰 也会尽一切的力量收复核电厂 乌克兰士兵持枪逐户搜索 这里是乌东利曼附近的杨提尔村 虽然已被收复 但仍担心有烙丹的俄军藏匿其中 搜索之余也要盛防卫爆弹的风险 另外现场乌军也会对所有看到的人 仔细问话 以防俄军改穿便服扮成平民 这个小村到处是俄军捣乱过的痕迹 像是在民宅内吃喝拉撒 把房间弄得一团乱 不过罗斯官媒上又是另一个平行宇宙 为了展现真兵进展顺利 俄罗斯公布新兵训练的画面 而且地点据称还是在赫尔松附近 为了更贴近实战 俄军得在枪身中穿梭树林 并学习安装鬼雷 而这一个个宛如地鼠坑的洞穴 也是俄国新兵特训下徒手挖出的成果 俄罗斯总统普清10月7号庆祝70岁大寿 虽然进攻不顺 却得到这幅巨型版普清与狗的画像 原来十年前就有类似的画像 今年艺术家特地制成 两倍放大版大拍总统马屁 俄罗斯发布征兵令 两周迫使超过70万人逃离俄国 不过普京说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病吞的地区会慢慢趋于稳定 普京也签令将杂布罗热核电厂收归国有 不过马上被国际原子能总署打脸 普京的盘算乌克兰早就看在眼里 俄罗斯不止密谋将核场连接克里米亚 还把这里当成军事基地 以守住剩下的阵地 不过俄罗斯恐怕也要小心 为美国情报研判 普京亲信女儿之死 就是乌克兰政府受益所为 如果消息属实代表首都莫斯科 对俄罗斯高层已经不安全 目前各界还关注将在10月登场的巴黎岛居团体会议 究竟会不会上演拜普会 拜登余待保留也没有说不见 加上先前主办国印尼也说邀请泽伦斯基参加 让这场局团体还没登场就先充满话题 TV新闻综合报道